朋友们大家好 在上一节课中我们讲到了角色的移动控制 其中包括外部的一些输入input的用法 然后射线确定点击位置 Unity的navigation的运用 然后我们本节课将学习的是 我们将学习的是Unity的相机跟随 然后我们本节课将学习的是Unity的一个相机的跟随 然后其中包括相机的跟随和鼠标滚轮缩放视角 好 先来看一下我们要实现的一个效果 好 我们出现一个角色 我们点击让角色移动 相机也跟着这个角色在移动 大家都可以感觉到这个角色移动之后 这个相机也在微微的跟它动 然后我们滚动鼠标滚轮 进行视角的一个缩放 然后本节课就是要实现这两个效果 我们先创建一个脚本 叫Camera Follow 跟随相机 它作业什么事呢 首先它应该是拿到了我们这个 它要跟随的目标 我们的角色 Target 然后它要确定一下它跟随的一个速度 Speed 我们由于是动态加载 所以说我们这个相机什么时候去找这个角色呢 自然是角色创建在那个场景之后了之后 角色来通知这个相机 然后这个相机才开始跟随 所以说我们就写一个方法 叫Public Init CAMERA 有角色来调用这个相机并传入自己的这个Transform 通知相机 然后就跟随我 然后在Wade Awake的时候 给它一个出时速度 填个2 在Update中 每帧进行Update 然后我们每帧去检测 我们这个 我们要跟随的目标是不是空的 如果是空的 就不用再写 就Return 如果它不是空的话 我们就要把我们的位置移动到 跟我们这个Target的相对的一个位置 首先要设置一下 我们想让这个相机相对于这个角色 这个视角 我们角色创建在我们的场景中之后 当我们这个角色在移动的时候 我们应该保证这个角色一直在我们这个视角的中央 并且不管我们是缩放滚的还是不缩放滚的 这个角色都应该在视角的中央 而且我们的摄像机距离这个角色的一个相对的距离 是不应该改变的 比如说我们摄像机是这样看着它的 然后它无论移到哪里 我们的摄像机都会这样看着它 不然的话 这个摄像机都会到处晃到处动 所以说我们要先拿到的是一个相对于这个玩家的一个距离 那么我们在初始化玩家的时候 还要去记录一下初始的一个相对距离 那么这个位置呢就是offset post应该等于我们这个target 点position去减去我们这个相机当前的这个位置 点position 我们也拿到这个相机的 把根据点取到 然后我们就开始每针刷 查找我们这个是不是相机现在盯着这个人的 如果他没有跟着这个人 没有在这个人的这个相对位置上 那么相机就应该改变自己的位置 所以说就应该是myroot改变它的位置 它位置就应该等于vig3.lerp 这里我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lerp lerp是Unity3d中经常用的线性插子的函数 在两者之间进行一个插子 这个两者就可以是它的这个材质 也可以是向量 向量就是vig3.2等等 还有两个浮点数之间也可以 颜色之间也可以 这些它一直写作的 就是这个方法调用的api 就是一个lerp 然后你传入一个开始的a点 然后结束的b点 然后中间这个t是0到1 就是说它究竟如果是1 就是等于返回的这个值就等于b 如果是0就返回的值就等于a 如果是0.5就返回这ab之间的一个中间的这个值 所以说它叫线性插子 线性插进去了 所有这些都是 那我们要lerp的就是我们这个当下我们相机的一个位置 到我们玩家跟相机的那个相对位置 然后我们来检测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相机是否跟随我们的物体了 这个写到awake里面去 我们现在要让那个创建的玩家 去对我们这个相机进行调用 我们是在level manager里面 初始化的时候创建了我们这个角色 然后这个角色创建了之后 这个角色要进行一下camera camera.maincamera.maincamera.getcomponent 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camerafollow挂到我们这个主相机下面 camerafollow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相机初始化了 我们最好还是把这个方法放到我们这个player里面去 就是说这个玩家 它一生成这个玩家自己去调 fc2到这里 我们继承自玩家初始化的那个方法 entity 初始化 initentity的时候 它就去调用这个camera 但是不是所有的这个entity 这个实体都会去调用camera 比如说我们enemy 它就不会去让这个camera去跟随它 所以说 我们让它变成一个virtual void 让我们这个玩家来继承 然后玩家继承了之后 它在这个initentity里面去调用 commitoverride 然后当它 一说base.initentity 就是说执行完 这个复类的一系列这个初始化了之后 然后这个玩家 它要进行一个 它自己的这个初始化 它就是initcamera 我们把相机的这个脚本挂在这个camera root上面 OK camera follow 把它挂上去 然后我们运行要看一下我们这个相机现在是否能跟随了 开始 嗯 这个跟随的好像不太对哟 可能我们剪的这个值给错了 等一下camera follow 问题出在这里 不应该是target减去我们的camera 而是camera去减去这个target 然后这个时候得出来这个叉子 然后在这里才这个target target才需要去加上这个叉子之后才等于它应该这个transform 不需要每次都去创建 我们关掉 我们这给了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这里这个start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是我们当时写了之后 没有没有去每次这个start点击了之后 它没有去检测玩家究竟是否已经创建过了 如果我们玩家已经创建的话 它应该是有名字的 再记录一下名字的一个返回 publicPlayerNameStream返回一个Stream get返回PlayerBriefs.getStream GameDefine.PlayerName 我们把这个名字给返回 就避免我们每次点开游戏都要去创建一下角色 如果它不等于空 或者 并且不等于脑 表示它已经创建过了 然后我们直接就load到我们这个主场景里面去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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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们才需要创建这个角色 这个时候我们来运行一下应该就不需要再创建角色了 因为之前已经创建过 运行 点击 点击游戏开始 好我们就不需要创建角色 直接进来 我们这个人就站在这里了 然后点击它就会移动 点击角色 角色就跟着我们移动 然后相机也在跟着移动 看到没有 然后我们这个角色永远都在这个相机的中间 因为它这个相对位置是固定的 就是永远都是固定在这个相对的一个位置 而这个相对位置就是你一开始在设计这个 设置这个场景的时候 你是把这个相机放在这里 然后玩家让它出生在这里 然后它两个位置就相对位置固定了之后 它之后follow的就跟随这个玩家的这个相对位置就不会再改变 我们现在再来写鼠标这个滚轮的一个缩放 首先是放大 缩小四角 用力点这个四角我们来怎么操作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要操作的这个 嗯 取的这个值是什么 水标滚轮缩放四角 是这个camera这个field of view这个视野这个东西来操作的 我们通过调节这个camera field of view的值 来改变我们的视角的一个大小 它是以度为单位的 但是当注意当相机是正教的时候 field of view是会被忽略的 所谓正教相机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看那个UI我们都是用的正教相机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就是透视相机 我们相机就是从一个点发射然后出去往两边扩散 叫透视相机如果它是正教相机 它就是从一个点然后永远不变的这个视角发射出去 其实我们的代码如果是放大视角我们来检测 鼠标滚轮首先是放大 放大就是往前放大往后就是缩小 如果说input.get access就是拿取我们这个鼠标滚轮 鼠标滚轮的这个名字呢就叫mouse scroll view 如果它是小于0的话 它是一个放大 zoom out 如果这个input.get access 鼠标滚轮 如果它是大于0的话 就表示它是缩小视角 那么放大视角我们讲就把field of view给放大对不对 我们就拿到这个camera.men.field of view 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它放太大 无限的放大那很奇怪 所以说要进行判断如果说我们这个camera.field of view 如果它小于一定的值的时候我们才对它进行放大对不对 小于或等于70 那么它就那么它就camera.men.field of view 加等于5 缩小呢 缩小呢 如果它 可以吗 也不可能缩小到无限小对不对 给它一个最低值 如果它是大于或等于30的话 如果它是大于或等于30的话 对 运行 好 好 好 这次我们就实现了我们本节课的一个功能 滚动鼠标 移动 移动角色 相机跟随 好 所以说我们这个相机跟随的代码还是比较简单的 好 就是一个线性差值 让这个移动这个我们相机的这个位置 确定它一个相对位置移动它的位置 然后通过检测这个鼠标滚轮的 往前推往后推来进行这个视角field view的一个放大的缩小 谢谢大家